大家好,今天前面聊下胡花果 胡花果呢,刚买回来的胡花果呢 到底能不能马上给它换盘 只是呢,刚买回来的胡花果 最有时给它缓描时段时间 再给它换盘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直接给它换盘的话呢,它是很难生长的 因为呢,它没有马上适应你所在的环境 另外呢,这个盘短一定要给它配比好啊 如果这个配比极六养分不足的话呢 它也是很难复盘的 接下来呢,就以我方法告诉大家 如何给它配极六栽种是比较好的 那么今天呢,我就拿我这一盘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配比方法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盘 我这一盘呢,就是用了一些花生壳 还有一些椰糠,还有一些细核砂 另外呢,如果这里有鸡蛋壳的话呢 不要扔掉啊,咱们可以给它炒干或者是晒干 然后呢,给它炸碎 炸得越碎越好 然后混泡均匀一直给它摘种是比较合适的 不过同时呢,里面我放了一包 这个农家肥就是这种秋元粪肥 进去的放了大概一包 这些肥料是比较的丰富的 就是里面所含的有脂质成分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对这个土壤不会造成板结 对一个胡花瓜小苗不会造成一个烧伤的现象的 肥力高,不板结 这种秋元粪肥呢,使用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大家看一下 这种肥料是比较的适应的一种肥料 而且呢,是已经风干好了 养分是比较的充足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颗 这里呢,中夏季大概有一段时间呢 这里冒出了一个小果子了 所以想要养好一颗胡花果的话呢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去简单去养护就可以了 相信你也可以做到啊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